赵峰禅险和爱心基金会占尽企业社会责任 三年前就开始协助瑞穗乡的低收入户 免费提供意外保险 让若是居民在碰到意外的时候 可以及时获得协助和保障 而新上任的乡长吴万德也十分感谢 特别代表自政的感谢状 他表示明年度也会推全乡民的违行保险 为乡内的弱势户当作是他们的靠山 连续三年赵峰禅险与赵峰慈善基金会 都免费为乡内低收入户家庭保益外险 让普上任的乡长吴万德万分赶配 特别代表乡亲颁发感谢状 表扬企业善行易举的美德 经理李赵贤说不仅是瑞穗乡 也包括玉立镇以及台东等乡镇 以自身事业体免费提供弱势家庭一个保障 是企业精管的目标之一 主要是说尽社会一个责任 而不是说只为了赚钱 社会责任对我们来讲 永续绿能社会责任 这都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 有了社会企业的协助配合 给乡内弱势家庭一个保障 对裁员有限的地方公所来说 不仅减轻相互负担 乡长吴万德表示 也让乡公所更有余力来照顾全瑞士乡民 因为那个钱都不用出乡保险公司 他们自行会出 那因为现在也是蛮多人就推动一些全民保险 那香港这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 或者是有这样规划 因为那是明年 明年我们是前向要保障意外保险 这一次在赵丰产险企业的协助下 免费提供意外险给乡内两到三百个低收入户 总共约有八百名乡亲受贿 乡长吴万德也进一步表示 乡公所已经规划完成全民违行保险 约150多万元的经费预算 目前已经提交相待会审议 若算力的话 希望明年度就能推出提供 作为瑞士乡每一位乡亲民众 一个安全的后盾 记者是玉兰瑞士采访报导 既然是玉兰瑞士采访报导 大家试图